巴勒斯坦入联失败 美国再用一票否决权 如果说中东的霍乱是以色列 那么世界的乱源就在美国了 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终究还是没有通过 一共15个案例会成员国 尽管12票都赞成 两票弃权 但美国还是投了关键的否决票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 我们已经不意外了 加沙持续的战事 美国不也是一票否决了案例会的决议吗 但加沙地带难民的处境 全世界有目共睹 他们还在等待着国际救援 美国却一次又一次的助长 以色列的杀戮气息 这次巴勒斯坦的希望再一次被击碎 美国又一次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 这么长时间我们也发现 世界的和平 像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一样 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 要说浅层的原因 自然是美国想护住以色列这个亲儿子 但深层次的原因是 美国也有自己私心 最重要的是 他目前发动的几场代理人战争 都不顺利 先抗俄乌冲突 想必美国一开始也没想到 这场战争能打到第三年 最初的计划 可能想几个月就结束 与俄罗斯的对抗了 但最终事与愿违 战争拖到了如今 俄罗斯的经济没被拖垮 反而是北约的几国家 明显陷入了经济衰退 廉价能源的缺失 直接打击到了核心产业 欧洲的经济缺乏动力源 一直援助乌克兰对美国来说也损耗巨大 于是他们便想从中东获取大量资源来作为补给 所以美国一直纵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因为哈马斯的抵抗运动吗 显然不是 更大的原因是美国也要搅乱中东 从而攫取更多利益 无尽的军火交易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庞大的石油储量是美国觊觎的重要资源 美国在乌克兰已经消耗太多了 中东有利可图自然想从中着补一点 这些利益都可以更好地武装自己 以色列只是威慑中东的工具 更重要的 美国可以增强自己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影响力 如果中东霍乱是以色列 那么世界的乱源就是美国了 因此美国对于巴勒斯坦入联的否决票 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分化中东 以巴勒斯坦为突破口 达成利用掠夺资源完善在中东的布局 当然或许现在中东的乱局也满足了美国当全球霸主的虚荣心 毕竟安理会决议的通过还得看他的脸色 只能说美国现在已经成了与全球逆向而行的国家 也难怪自己的国家内部总是枪声不断 毕竟他们从来没有希望别的国家能得到片刻安宁 我们也很好奇美国的政客到底是揣着什么样的心态 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国际社会的诉求 将袈裟人民置于水火之中啊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 时代大势无人能倒 我们坚信总有一天巴勒斯坦能不为战争所困扰 中将会在联合国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 同时我们也奉劝美国 当对利益的渴望变得极端 甚至超越了本应该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关怀时 这无疑是站在了时代和平发展的对立面 长此以往 那就真的离彻底溃败不远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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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